以2020年12月24日至2021年1月3日期間的兩個長假期為例 勞工處、食環處、警務處和康民處 在金鐘天馬公園、銅鑼灣維多利亞公園 旺角花園街附近行人天橋和尖沙咀香港文化中心等 多個地方採取聯合行動 呼籲聚集的外容遵守有關佩戴口罩及禁止 在公眾地方群組聚集的規例 保持環境衛生和不得進行無牌消販擺賣活動等 予有履經勸喻仍不遵守規例的外容 相關部門以採取適當的執法行動 自2020年12月11日至2021年1月3日 相關部門就上述規例共向外容 發出60張定額法款通知書 就應否禁止外容在公眾地方聚集 這個建議本身可以說是頗具爭議 而需涉及的法律修訂和強制措施 更可能觸及歧視的問題 忠使政府維持防疫抗疫的工作更具成效 可能有需要界定某些高危群組 以罪招施行特別措施 但過程中必須建基於疫情發展 感染個案風險管理等客觀事實 並進行詳細分析 據此政府並無計劃 指針對外容並禁止外容在公眾地方聚集 質疑保護者在公眾地方聚集 也許什麼都在公眾地方聚集 本身地方聚集 您請進行詳細分析 忠殺人親 よろしく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